封管主播們 大家好 大家好 疫情期間也要來一下保麗球的教學鐵啦 球款都封管了 要去哪裡打呢 用這個啦 Wii Sports 打電動也可以做教學 沒有錯 不是跟大家開玩笑的喔 有這麼厲害 這個遊戲是我玩過 保齡球擬真遊戲當中 最好的一款 沒有之一喔 因為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 它裡面所用的操作模式呢 跟我們在真的打保齡球是非常接近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球評關係做得非常的真實 也就是我們打到什麼點 容易開發或容易留下怎麼樣的產品 這個遊戲都做得非常的棒 而且啊 大家都想看航大的教學影片嘛 我今天就透過這個遊戲 來拍一支教學影片來滿足一下大家 可是教學影片字都很噁欸 欸 我們不能偷懶啦 這一條已經讓觀眾們有 智慧票價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囉 好 打起來 GO 我選個妹子啦 觀眾朋友們都喜歡看妹子打球 開始 確定 剛剛問你 你說你沒有打過Wi的保齡球 那沒關係 就幫你複習一下 按A是確定 按B大概是取消 然後 我們在持球的時候呢 就是把B按住 那你現在的話要出球之前 就是先把 這個球 舉起來 舉到胸前 舉到胸前 對對對 後面的人就跟著你一起動 那你按住B 他就會開始走 喔 對 對 你要擺動要丟球啊 喔 把B放開就會出手 喔 喔 那因為 剛剛太不順了嘛 再一次 再一次 先放胸前 然後按B 推放擺送 有一點點不順 對 然後你現在要解球啊 你按十字鍵可以左右移動 喔 那你按A再按左右鍵 他就可以改變身體的傾角 這個跟我們的火炬 的練習法是很像的 可以從畫面上看起來 我們火炬系統的延伸線 大概在10號坪的位置 我們左邊站的時候 欸現在這樣就是 跟三件連線 到第10塊板 喔 這樣 按照你的保齡球 姿勢 看看能不能打到 就是 對 欸有耶 有這麼簡單嗎 你是不是根本會玩 騙我對不對 我就沒玩了 好 然後這個遊戲我覺得做得很好 就是 他 預設就是正在終點中間 就是 球道的正中間 他是1號坪的延伸線 這是最好瞄的 然後呢 我們 石球的高度 還會反應在畫面上面 拿的越高 自然的後擺就會越有力 球就越有力 好 按住B 推放擺 速 打攻 哎呀 可惜了 沒有一氣合成 好 那要解球的話 留下在右邊的球瓶 就是要 轉向 看著他 對角是比較容易打到的面 對 哎呦 有點卡彈 他這個做得很好的就是 他跟保齡球真實的很像 就是我們的手掌啊 打直球要向前延伸 所以他的感應就是這個 遙控器的這個面 如果你的這個面朝前 他就會打出直球 如果你的這個面朝左 他就會有一點點 需求 那如果你想打反軀的話就是把這個面 朝向右邊 那他就會打出反軀 既然可以 驅求 那未來 瞄的是三六之間 小軀的概念嗎 不夠 哎呀還不夠 這個就是你的出手時機 太晚了 你的這個B鍵 按太久了 這個其實可以 拿真的保齡球來講解一下 我們的保齡球啊 手放進來的時候我們會講說手含著 讓球不會掉 其實就跟我們把 那個B鍵按住的感覺很像 所以 事實上我們的手 大拇指呢是稍微要把球夾住 他才可以擺盪 所以我現在這樣擺盪 球是不會出去的 當我的球 過了我的腳尖的時候我要把我的B鍵給鬆開 就會離手 那如果我的B鍵 大拇指按得越慢 離手 他就會到這邊 才會往前噴 他就會比較遠落地 那如果我太近的時候呢 就把B鍵給放掉 球就會 掉下去 甚至有時候會反彈起來 彈到自己的手指頭 就會 手指頭有的人就是這樣 受傷 如果我們的 大拇指啊 沒有把球含住 你的手往後甩的時候 球可能就會往後面掉 所以他就會嚇到我後面的觀眾 我把這個萬代弄緊一點 為什麼呢 要做我以前動手 丟得比較遠的時候 就跟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LOFT 一樣 就是 你丟得越遠 你會去壓縮到你的球 他來不及反應 也有一種出手方法 叫做LOFT 就是 他會讓你的球 飛越一陣子 再落地 這樣的話 他可以去克服一些 球道的狀況 而且你的球 飛行 會去改變你 落球時的角度 好 2號7號 小花 小花 標準解法 打到2號屏的左半邊 用 球 去撞到 2號及7號 那如果 運氣好的話 打到2號屏的 右半邊 球平去彈到7號 也是會倒 試試看 1號 有耶 有耶 標準解法 解到花 真厚 打1箭半 然後 記住一個 持球的高度 我現在就想說 跟這個DOT 放在這個球的重心 來做記號 哇 挺不錯的 噢噻 嘿嘿嘿 要用大驅打到啊 一定有辦法 好 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這是大驅嗎 很驅耶 有有驅 有驅 可是感覺不是用驅出來 這尿出來 這尿出來 你也有點太小力吧 喔咦 標準解法 好剛剛是一個拳倒 看看可不可以再複製一次 好 持球的高度 很刺喔 哎唷 真的耶 嘿嘿嘿嘿 哇塞 剛剛都用 一箭半 就是我欺負人 作為一位可以左右開弓的選手 哇塞在這邊打 Tucky 最後也 林仔豪老師教的Tucky 有寫在上面喔 太神奇了 我們相信 尿的出來 好 期待你可以 尿的 又彎又準 這個尿的怎麼樣 這個尿的應該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吧 尿出全倒了 這個好醜喔 但是 蠻酷的耶 尿出全倒了 還是回到我擅長的 反手去球 啊過頭過頭過頭 過頭 過頭差點來個 過頭倒 鬼頭豆 鬼頭刀 鬼頭刀是一種 很好吃的魚 鬼頭刀 解球嘛 青青菜菜 哇 尿出 尿出 新高度啊 尿出一隻雞來囉 尿出新高度啊 那就會追上耶 做個比賽 啊這個尿 滴到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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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早接阿姨覺得 不是很開心 滴到腳喔 對不對 你要 蛋到要扶好 加分完全都浪費掉了 再給你尿一次的機會 快尿一次 哇 還是滴到腳 還是滴到腳 有嗎 有 哇 完了 怎麼沒尿到呢 再換一下 剛剛打外送 效果不錯 弧度有點大 我們這次打一下 二劍吧 因為球道可能會 乾掉 會乾掉 乾掉的時候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預判 預判 我們已經 使用了 17個了 該乾掉 啊完蛋了 沒有乾掉啦 沒有乾掉 遊戲會這麼補油啊 對遊戲它可能 沒有預想到那個 球道的變化 解球 128 128的話 困難點是那支 8號 如果你只顧前面兩支的話 8號會留下 所以要打到 12的部分 然後 1號瓶要偏厚一點點 才可以用2號瓶去撞到8號 就是這樣 2號8號 球的軌跡會經過8號 所以8號就不會流下 不能尿 要再尿一次啊 好 對 一直滴到腳這不是辦法 沒錯 對 尤其你現在還沒有女朋友 這不太很理想 我們一定可以 要尿得好 尿得準 沒錯 尿得有力 哎呀 139跟剛剛那個相反 所以要打到 1號3號 最好就是 1號偏厚一點點 來調一下 這樣可能會太厚喔 真的太厚 對 這個球瓶 真的我們不是後來入的喔 這是邊打就邊入 因為 它的球會有 帶一點點小的 弧度 弧度 對所以 如果吃到1號餅太厚的時候 1號餅厚 3號餅就會薄 那後面那隻9號餅就會流下來 哎呀 可惜呀 尿得那麼辛苦 不小心漏了尿 打個中間 然後想要弧度大一點呢 後擺就不要太高 比平常的低一點點 啊啊啊啊啊啊 丟太遠了丟太遠了 我會不會玩一玩我的200分不見了 給他結起來 OK 這就這樣就下午後屏 我會不會玩一玩我的200分不見了 199 199 比我現實打的可能 好一點點呀 好一點點 在疫情期間我們不能外出 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来怀旧一下 曾经风鸣全世界的Wii保龄球 跟真的好像角度站点 打出手的时机点都有差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者他一定也非常喜欢打保龄球 很了解那种保龄球看起来很简单 但它其实细腻的部分很多 把B键给含住 然后到了你要出手的时间点把B键给放掉 跟我们在持球的感觉是很像的 持球的高低可以决定你的球的速度 出手的时间点会去决定你的班的那种强度 跟真实的保龄球运用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相信看到这集影片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可能有很多一样的美好回忆 而且他还有后继几种WiiU版本的WiiSports 我个人是没有玩过啦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你们会不会有兴趣来看我们玩一下呢 如果这集影片有勾起你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或者有任何的启发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 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和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那它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喔 我们来看看 先从十字开始 对 哎哟 哎哟 91只 哇 这不是落后你 你刚刚 497 所以我除非打 一 哇 输很多耶 一百多都不会赢 那只好出绝招了 角度调整三度 撞到墙后 科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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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这是作弊 哈哈哈哈